我来出高养 是这种过去高养很出名 就是爱门村 这是一个世界大都市里面 一个非常奇异的景象 所以我两千年过当行政变场的时候 我想这是我的终调工作 重点 那我记得当初用195亿 然后用三年的时间 突然让开关高养的追尽 美醉的努力 让开关 重新精神科 九十三年 九十四年 他的名声供应用水 断掉 所以我今天不转庭 来到这个所在 来看我们高兴家南河院 最主要 就是五万千温定中间 我们大高养地区的民生用水 这是我今天不转庭 来到这个所在市场 最主要求不便 星期三 星期三 行政院的院委 我已经指定 要求经济国 来院委庄囊报告 有关所有供应水的问题 当然 我不是只要求 我们大高兴北区 他的民生用水 可以温定供应 包括东方 包括里头 所以 尤其这两个所在 较劲 用水 在北区 也一定 要很稳定 来供应 民生的用水 所以 不是只有今天 我来到这里 市场 因为 我已经通知经济 没有和相关没有水 要三个月 要专门 来做报告 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只有大高兴地区 无稳定供应 民生用水 全台湾 尤其东部 尤其是女岛 那更应当要 我们怎么样 有预防的措施 怎么样防范女未来 怎么样去努力 这样 就三年 就四年所发生的 要 民生 供应 用水 监管 这种情势 不要再发生 不要再重演 这是我今天到这里 来的第一个 那其四六年呢 我想 在整体 水资源的开发当中 我们怎么样 将 黄保 这种情势 就是 但是 只有 在台湾 经济建设 和 团保的条件 要求取一个平衡点 就是说 用团保的关节 来 担担经济的建设 这就是 台湾经济永续发展 唯一的方法 在我们开发最后的条件 我们也一定要去注意 我们的团保 中国能够求取一个均衡点 这才是一个 永续发展的一个 唯一的方法 所以 在这一刻 我特别提出来 把我们 中国 这个勇敢 愿望我们已经谈均衡的 求取一个均衡点 不是只说 一直担在台湾 水的均衡 对防部 宽建的破坏 再说不行 这也是对 这是第二点 我特别要提出来 那当然 我想因为 高高平地区 工商经济正在发展 用水量 一再上升 所以我们当初 有两个计划 一个计划就是 真文水库 越域沿水工程计划 这个目前正在阶级当中 杨县长也刚才也提到 在这个推动 这个水支援建设的计划当中 怎么样能够保护环保 这一点 我也特别有 那另外有一点呢 那高平大湖计划 那和立法院把它删掉 那高平大湖计划 现在目前我们很多河流 必须要施菌 那高平大湖计划 一方面 关注施菌这些杀 跟可以差不多有200亿的价值 那这个大湖计划 那这个大湖计划 事实上 用不到中国多的钱 这一方面 我们可以尽菌 二方面 我们对沙土 有支 有可以管缺 我们的原物料的事 也可以攻击 另一方面 我们就损失点的坚持 也可以来做进步 所以 我要特别希望很多重要的开发计划 要多沟通 要跟民众 要跟人民 大家都沟通 要跟我们的民意代表 要跟我们的立法委员 要跟我们的 这些相关的民众 绝对要沟通 我们把民众所疑虑的这些问题 事先来跟他沟通 大家 我们也可以修正我们的计划 来配合 我们大家的一定的地方 那另外有一点 我想有关刚才 水利会土地 正受了问题 那这一点呢 事实上行政院 已经 请我们的这个胡志成 这个公共工程委员会 的主委 来做一个讯调 多方面讯调 因为水利会 对本身的土地 这些 那到底是不是 还要再花钱来征收呢 那还是要有其他 比较大家都可以接受 妥事的一个方法 那这一点呢 行政院当前 是请胡志成 这个主委 来做一个讯调 沟通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一点 杨先生刚才说 提的这个意见 跟水利会方便 跟相关部会方便 我们要咨询 吧 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 我的国际弟兄 那这是一件心理的话 事实上我们国际弟兄 对我们的数据 当含暗路 极难的救助 这个数据 那这些方面 事实上 我们的非常的感谢 事实上光是攀磨的感谢 也不足以表达 我内心 对我们国际弟兄们 贡献 辛苦 所表达我内心的这种 完全表达我内心的整理 所以今天呢 我们 不轻易重 一个佳菜金 哈哈哈哈 在表达我给她的感谢 谢谢大家 再来来来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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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能够 来跟我们所有的国际弟兄 来表达 政府 啊 我代表政府 跟人民 来向我们的国际弟兄 表达我内心 啊 很感谢 我们陆军 可以给大家的军长交换 谢谢 谢谢 真的我觉得有信心 哈哈 但真的感谢大家 我想以上这几点呢 啊我们希望 啊相同的互贵 啊 这情况 啊 来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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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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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 面前的地方也有手骨 那边鞋子 那边鞋子 喔 这边鞋子 有地方的吗 这边鞋子 现在一天空就点到鞋子 这边鞋子呢 现在鞋子有时间往这边移动 但是还没到啊 已经到一半了 可能在五分钟左右就来了 所以我们都差点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